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10年12月27号 傅家店一位开客栈的日本女子突然死去 死前有咳嗽吐血的症状 为了确定是什么原因 刚到哈尔滨的伍联德医生就抓紧机会 和助手带了检验器械到客栈进行解剖 他们从死者用心房抽出粮管血 又从肺脏和脾脏等取样放在薄载波片上 然后迅速地把尸体缝好 放进政府提供的棺木中 当时的社会习俗是不准死后损伤尸体的 伍联德这次对黑死病死者进行解剖 不仅是傅家店有史以来的第一起黑死病死者验尸 也可说是整个东北的第一起 研究过细菌病理学的伍联德医生 在高倍的显微镜下发现了鼠疫感菌 确认证实了患者是患黑死病死亡 他一面通知北京当局 一面请地方公园来观看显微镜下的细菌 用事实来舒服他们 一个多月前 黑死病开始在东北肆虐 哈尔滨每天都有人死于传染病 黑死病也叫鼠疫 是一种通过鼠类传染给人类的致命传染病 可是这一场鼠疫 由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已演变成一种人传人的瘟疫 传染速度惊人 在当时东北的政治形势下 甚至演变成俄国和日本 用来威胁清朝政府的筹码 这两个一直虎视眈眈东三省的国家 企图以派医疗官员为理由 派兵建筑东北 疫情和外交情势告急 清朝政府外务部官员施赵基 推荐年仅31岁的武连德博士到东北 全权负齐抗欲鼠疫的工作 武博士义无反顾地接受使命 带领学生林家瑞一起到疫区前线抗疫 武连德医生在他的自传《鼠疫斗士》里写道 在那里我发现情况是很不满意 地方行政官肯定是一个鸦片烟鬼 他自称是一名业余医师 根本不相信病菌或者外国药品 那里没有医院实验室跟防疫消毒站 只有一个曾经是预示的防疫师 用来安装那些怀疑被传染的病人 就是那些咳嗽 呕血跟各种头痛的人 他们被不加区分地扔在那里 这种咳嗽 吐血的病症 最先感染的是居住在满洲里一带的俄国人 后来查明是由西伯利亚传入满洲里的 两个月内死了392人 有一部分以捕猎吐蜂鼠为业的山东移民 受传染的就更多 他们捕捉了吐蜂鼠 也叫汉塔 他们把捕捉到的吐蜂鼠包下树皮染色 冒充黑雕来卖钱 满洲里距离哈尔滨有880公里 中东铁路的乘客纷纷往各站下车 其中包括染病的 因此把疫病散播开来 哈尔滨也不能幸免 一些猎人捕捉了吐蜂鼠后 就往客栈居住 客栈的卫生条件很差 特别拥挤 只要有一人染上疫病 就能传染整个客栈 再传到别处 哈尔滨的名字来自满族语言 意思是晒雨网的地方 1903年中东铁路通车后 哈尔滨迅速繁荣起来 人口达到了7万 这里居住了许多俄罗斯和日本侨民 以及其他外籍人士 是俄国势力在满洲的主要中心 当年哈尔滨城市里的行政区叫新市街 就是现在的南港 处在火车站四周 也是中东铁路的附属地 这里居住了数万俄国人 和不少日本人及西方人 铁路的东边 是中国人居住的区域叫富家殿 现在叫道外 当地人当时把它称为地狱 那时聚居在富家殿的人口 有两万四千人 哈尔滨的第一起鼠疫病例 就在这里发现 鼠疫是烈性传染病 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淋巴腺鼠疫 死亡率比较低 第二类是肺鼠疫 是通过人与人之间接触 经呼吸传染 死后皮肤呈紫色 所以也叫黑死病 欧洲在中世纪的黑死病 就夺走了四分之一 欧洲人口的性命 第三类是败血症 在冬天的时候 肺鼠疫比较多出现 肺鼠疫从五年得这个时候开始 才比较明确地分出来肺鼠疫 这个过去认为 老鼠得了病以后 盯了老鼠的那个跳蚤 然后定人就传播到人身上 但是在当已经爆发了 这个人类的流行以后 就已经不是光靠这个老鼠的跳蚤 能够传播的 它可以是通过人互相之间的 因为它有肺鼠疫 肺鼠疫的话 就通过咳嗽 飞沫就可以传播 经医学证明是肺鼠疫之后 防疫的工作就立刻展开 以集中权力控制疫情的蔓延 最初 五年得是以瘟疫调查员的身份到哈尔滨 在施召期进一步推荐下 被提升为自东三省到山东 整个地区的防疫组织总司令 整个防疫工作 获得东三省总督西凉的权力支持 三省总督西凉的权力 当年在哈尔滨 住有许多外国领事馆 东北的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 都归日本人和俄国人管理 为了控制疫情 武连德主动向他们商讨 加强简易合作 经过一个接一个的走访拜会 只有美国和俄国表现稍微友善 俄国铁路局并借助货车车厢 以协助隔离病人 在当时武林这个时代 也没有抗菌树 抗菌树的发明 1928年青梅树才发现 1945年左右才开始 能够在工厂的生产 才能够得到应用 那还相差三四十年了 我们现在数月可以用抗菌树资料 但是那时候没有 黄安药也没有 黄安药要1935年才发现 也要到1937年才开始使用 所以当时能够成功地 以自己的医学的知识 人为的力量去消灭一场天灾 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武连德自兴连 1879年生于马来亚槟榔羽 17岁时 考获海峡殖民地女皇奖学金 进入剑桥大学 易曼纽学院学医 是英国剑桥大学 第一位华人医学生 在五年三个月的学医生涯中 赢得学校几乎所有奖项 最令他感到自豪的是 荣获齐德尔临床医学金牌 和科斯勒病理学奖 他也获得在伦敦圣玛丽医院 免费实习三年的奖项 成为圣玛丽医院的 第一位华人实习生 1902年成绩优异的伍连德 获得剑桥易曼纽学院 研究奖学金是唯一得主 他在名师罗纳德罗斯的指导下 研究瘧疾 并向德国哈勒大学的 卡尔弗兰克教授 及巴黎巴斯德研究院的 梅契尼科夫教授 学习细菌学 1903年 伍连德通过剑桥大学 医学博士考试 当年他只有24岁 同年获得了研究生奖学金 回到马来亚吉隆坡 医学研究院工作一年 致力于研究疟疾和脚气病 1904年 伍连德在槟城开诊所行医 1905年 认识了到槟城游览 中国史结团的施召基 伍连德给施召基 留下了深刻印象 施召基大他两岁 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 或硕士学位 回国后 施召基担任过哈尔滨主管政务的倒台 后来在外务部服务 是中国出色的外交家 1907年 当袁世凯要聘用专家改革陆军军医学堂时 施召基大力推荐武连德 武连德接受袁世凯的聘请 在1908年担任天津陆军医学堂帮办 也就是副校长的职位 上任前 他先到伦敦和柏林 考察军事卫生学六个月 当哈尔滨发生鼠疫时 在外务部担任要职的施召基 再一次向朝廷推荐了武连德 除了外国领事馆 武博士也到俄国防疫医院查访 发现医院不用口罩 而且不听他的劝说 结果医院的几位职员被感染而死 前来防疫的法国医生梅斯奈 也在这里受到感染 两天后发烧头痛 仅仅四天就死在这所医院里 很明显 传染通过病人呕出来的大量宣验 一个接一个发生 能够阻止的办法 只有严格地将病人 从健康的人群中隔离开来 医护人员把嘴跟鼻子 都用纱布和面容遮挡起来 作为一种保护措施 药品没有丝毫作用 因为这种疾病 对肺部的破坏太快了 很快的 其他地方的防疫人员 还有老百姓都戴上口罩 后人把这种口罩称为武士口罩 在政府的权力支持下 武联德国是动员了军队 警察 邮差 中医等等 所有的资源 制止疫情的蔓延 感谢北京给予我的支持 感谢不断增加的助手 他们包括一些教会医生 我们可以把学校剧院跟浴室 变成消毒站 把寺庙跟废弃的房屋 改建成隔离病房和瘟疫医院 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医生 只有中医 尽管那些中医都是没有多少 这个现代医学知识的 但是毕竟他是医生 在地方上有一定的 说话的分量 因为病人病了 听医生的总是对 所以这些人他都可以动员起来 武联德严格执行铁路检疫 检查道路和通过冰冻的河流入境的人口 建立一系列的卫生规则 以控制疫情 人口的流动也被严格的限制 但要限制准备回老家过年的人们 就十分困难 再加上许多人不忍看见 这失衡遍野的景象而纷纷外逃 当局不得不出动军队 控制流动的人口 尤其是在铁路上 鼠疫病人必须送到医院治疗 他们的房子用生硫磺和石碳酸消毒 没有出现症状 但曾和病人接触的人也必须隔离 为了控制疫情 整个富家店被分成四个区 各自拥有消毒站 消毒车 医务和工作人员 警察 每天各区派出四十六组搜查队 到各家各户巡视 一旦发现疫病病人和疑似病例 就把他们移送到医院和隔离所 并且在他们的住所进行消毒 污浊不堪的就被烧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除了少数人之外 这四个区的居民和工作人员 不准与外区人员接触 外围驻守着一千一百多名士兵 城里六百名警察维护秩序 整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组织逐渐步入正轨 官员们接受了我的观点 一九一一年一月 鼠疫流行形势最为严峻 最多的一天有一百八十三个人死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土地冻结 挖掘豪空非常困难 棺材堆积的数量急剧地上升 到了一月底 将近四千副棺材堆积在坟场 无法埋葬 我抓住事情的关键大胆地 向北京请求允许将所有的棺材分毁 耽搁了两天 总算收到了命令 将尸体火化 一月三十一号 两千副棺材 按每一百副一列堆积起来 虽然天气很冷风雪交加 却烧得非常壮观 到了二月三号 没有一副棺材残留 而在几天之前 这里尸体却排满了半里多路 我们现在不再像从前那样 感觉惊慌失措 以更高的热忱和希望投入工作中 传染病的流行终于受到了控制 在哈尔滨副家店 最后报道的鼠疫病例 是在1911年3月1号 当时的鼠疫的亭子 有个非常喜剧性的喜剧 就是因为正好是中国春节 中国春节 所以这个时候五年的他 就是去跟地方官讲 跟老百姓宣传 你们春节那天大放暴坐 跑战 所以那天的话到处放跑战 平时要这个过年过节要多得多 这一点来讲的话 他就是利用了中国的民族 或者说他的这个中国 这个知识跟这个西方的医学知识 结合起来 因为这个炮战它本身 实际上的火药 它的主要成分是硫磺 他说那天这个 那个野代的话 满城空气上 到处都是迷茫着 这个硫磺的味道 而这个硫磺在这个时候 就起到了消灭 这个属于干净的作用 现在我把注意力转向其他城市 如霜城 长春 沈阳等 那成千上万人死于传染病 他们照样采取了我们在哈尔滨发现的有效方法 到四月底 整个华北跟东三省的属役 已经被彻底消灭了 这场罕见的传染病 夺走了六万中国人的生命 花费白银一千万两 经济损失 打一亿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